德云社的人才问题应该是郭德纲一直最头疼的关键 德云社三个字已经成为金字招牌 很多城市的粉丝都迫切希望小剧场能够开到他们所在的城市 问题的关键是没有足够的人才 最初郭德纲采取的是自产自销模式 按照传统方式三年学艺两年效力 实践证明这个方式未必是最佳路径 一方面这个培养方式耗费的时间精力太大了 从一张白纸开始交起直到能够登台演出 没有个三五年下不来 后来德云社成立传习社 用相对现代化的方式来教学生 但是考核标准太苛刻 淘汰率极高 每年仅有二十多个人能够从传习社出来 另一方面 即使是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徒弟 当他看到成名无望的时候 就会选择离开 每年德云社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样一来付出的一切心血都白费了 因此最近两年因为对人才的迫切需求 郭德纲开始挖掘现成的人才 吸引他们加盟到德云社 这些演员本身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演出经验 缺的是平台 而德云社是最好的平台 缺的是演员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这也是双赢 最近有一位演员的名字出现在节目单上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因为这位孔璐阳不是别人 正是在相声有心人节目中 一句说相声赔了四百多万的江涵汉的搭档 那期节目是相声有心人第二期 他们是来自大连的江涵汉和搭档孔璐阳 其中的江涵汉是大连校长室相声社团的团长 为了说相声 他说已经赔掉了家里的四百万 动情之处 眼泪情不自禁流了下来 节目演出完之后 作为召唤师的郭德纲 对江涵汉点评到 爱相声是好事 但是人一定要得先认清自己 你不是不可造就 其实好好调整调整还有个样 你要愿意的话找找我 我给你规执规执 然而他话锋一转 但是今天的节目实在不叫玩意儿 这活不叫活 于是江涵汉和搭档孔璐阳被淘汰 但郭德纲对他们的一番指点 让全国无数的电视观众知道了这对搭档 相声有心人结束后 很多大连人十分纳闷 说个相声怎么会赔掉四百万 甚至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为了晋级而故意煽情 为了打消人们的疑虑 脑袋瓜转得快的他们很快创作了相声剧 四百万都去哪了 借助郭德纲和相声有心人的影响力 该剧一推出便引起大连人的关注 七百多座位的剧场坐满了人 至少到现在 这个相声社团已经不再往里赔钱了 孔璐阳出生于1994年1月10日 先后于2009年 2012年毕业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和天津艺术职业学院 他相声说的不错 尤其唱功过人 自称或者被人称为相声界的周杰伦 有段相声叫我的演唱会 孔璐阳就介绍自己道 我呢叫孔璐阳 相声界的周杰伦 搭档韩景轩说 你让咱大伙看看 就我们这周杰伦脸长的 跟自行车车轮子似的 我是相声界的周杰伦 我叫孔璐阳 美丽的大脸 有一个将看汉 是不叫陈汉白 叫他正十年 那他又在 大脸 脸床伴 小张时 相声 奢政四年 赔了四百多万 孔璐阳于2019年6月24日 退出大连校长式相声社团 从退出之后的孔璐阳 先后加盟了 马军领衔的天津奥特曼 相声艺术团 后来加盟嘻哈包袱铺 高小潘对他很器重 但是很可惜的是 孔璐阳还是选择了退出 最终加盟德云社 从2019年到今天 短短的三年时间 德云社是孔璐阳的 第四个东家 如今在德云社 也已经登台演出 不知道在这里 能待多久 希望这里 是他的最后一站 在德云社的舞台上 能够发光发热